我想要读心术跟隐身术跟 一个 那我想要读心术 因为我想要 我想要偷你的心 哈喽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婷姨 我是小美玲玲 欢迎来到我们的 不专业减获释 爱情长跑十年最后分开了 要隔多久才可以再教下一任 这题好难回答哦 因为我还没分开 就是Ready好了 应该就可以 我不知道 Ready好了就可以 对啊我觉得这跟 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但祝福大家都可以找到真爱 你最想拥有的Talent 我想要读心术跟隐身术跟 一个 那我想要读心术 因为我想要 我想要偷你的心 我最想要拥有的哦 我觉得现在蛮好的啊 你不要吗 我觉得我知道太多 好我就分 我想要的太多 我还想要女生术啊 可以去偷看还是干嘛之类的 如果发现另一半还有追踪前任IG账号 需要在意吗 我觉得不用耶 我也不用 但是如果是追踪新的女生辣妹就要在意 但是就比他辣啊 旧的就算了 旧的就算了 经营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沟通 如果意见分析要怎么解决 因为我觉得沟通最难的是他其实没有对错 那我觉得就是首要原则就是要诚实面对自己 就是彼此都可以坦诚 沟通很重要 如果遇到婚内失恋怎么办还有救吗 还有救就是赶快来看我们的婚内失恋舞台剧 可以让你的Roommate变成Soulman 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真的会有人想看吗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